大脚新讯息 停止怀疑 带着信任 轻易并摆脱旧的能量 在许多声势的历程中 你们所有人都有关于善与恶的强烈体验 他们所创造的能量 已经在细胞记忆中从一式携带到另一式 在被清除之前 如果 或当被某些外部的人或经历激活时 这些旧的能量会继续运作 你们所看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 是越来越多的高共振能量流到地球的结果 而反过来 这些能量又将储存在所有人的肉体 情绪体和心智体中的休眠致命能量 带到个人意识中 少数一些未开化的人 选择将这些旧能量付诸行动 而不是让他们被清除 大量的清理在你们睡觉时发生 或仅仅在你们的光扩展时就自动发生 强烈和创伤性经历的细胞记忆 必须进入有意识的觉知 以便被承认 然后被清理 例如 那些对高度 狗水等事物有过度恐惧的人 在过去或现在的某个时候 曾有过负面的体验 甚至因为这些事物而遭受过死亡 细胞会留有记忆 并与大脑协调 试图保护这个人不重蹈覆辙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恐高的人 必须去高崖上眺望 而是说 一个有某种程度灵性觉悟的人 可以先不再认同恐惧 并承认自己的恐惧 然后通过明白恐惧并不存在 与他们存在的实相中 以此来清除这些旧有的恐惧 恐惧是为了保护而设置的旧编程 但旧编程可以被消除 因为没有法则支持或维护它 这并不是说 深度持有的恐惧可以轻易地被释放 特别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觉醒到更深层真相的人 终身携带的恐惧 往往成为一个人的特性 但在每个人进化旅程的某一个特定的点上 所有残留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都必须被承认和清除 对于一些人来说 这可能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并完全接受这一点 即一个人所携带的恐惧 从来就不是他本身 也不可能成为他 恐惧总是客观的 有一些人在保持他们特定的恐惧中找到满足 因为这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也可以成为做或不做某些事情的借口 然而 如果你正在阅读这些信息 那么你已经准备好超越或已经超越了这种意识状态 努力对自己完全诚实 因为继续持有一些恐惧或负面品质 甚至对于年龄的执念 由于它使你在某些方面显得特别 会阻碍进一步的灵性提升 因为它代表着分离 记住 如果你认同任何出现在你面前的负面问题 这只会让你与那个特定的能量保持一致 然后确实地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要坚定地知道 认为有两股力量 以及对分离的信念 显化出所有的不和谐 却越吧 因为你知晓自己在灵性上准备好穿越这些表象 永远不要忘记 或怀疑你个人的唯一品质 就是那些神圣意识 在这个时候 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灵魂目的 是在地球上作为催化剂 造成困惑和混乱 反过来迫使那些乐于继续过着 基于二元性和分离的嫌疑生活的人 去真正思考和审视现状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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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觉醒的人 停止怀疑而去信任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高我就是你自己 而不是某个遥不可及 盘旋在你周围 偶尔看着你的实体 高我是你的那个从未忘记 有意识的合一的灵魂片段 它从里到外都了解你 因为它就是你 要相信 它总是致力于为你带来 最能服务于你进化过程的体验 与你的高我交谈 寒久以前 灵魂们选择去体验分离 并继续被困在由此产生的致命能量中 创造了一个机遇两种力量和分离的集体意识 这构成了第三维度的幻象 你们选择在此时来到地球上 是为了协助集体转移出这个 以被习以为常的密度而进入光 你们来之前在灵性上是觉醒的 并且你们知道自己将有能力协助别人走出幻象 你也知道这些时机将提供给你一个完美的机会 去清除所有残余的被储存的旧能量 永远不要怀疑你的真实本质 不是人类对你的概念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神圣意识 你不是带有神圣意识的一员 你就是神圣意识 有些人相信 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 神知道他们所有的问题 所以他们向这个神的概念祈祷 如果神性意识在其之中持有问题 疾病 匮乏或任何种类的限制 这些问题将是永久的 由神性法则保持在那里 永远没有人能够治愈或纠正他们 神性意识无限地只意识到他自己 因为他就是存在着的一切 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 那么其他的烈焰又从何而来 那么 将一个人的目标设定为达到一种合一意识 而不是继续从幻象中寻求解决之道 难道不是明智的吗 许多人正在觉醒 有些人的步子很小 只是质疑 而另一些人则是意识的巨大飞跃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坚持那些 很快就会过时的信念的渴望中醒来 很多事情将开始显现 这是一万年来一直被预言的大转变 你参与其中 是因为你自己选择如此 当前的时代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机会 来一劳永逸地清除和摆脱旧的能量 这些能量可能仍然把你束缚于某些人 地方 概念或事物中 欢呼吧 亲爱的人们 因为你们见证了一个 似乎正从自身密度的重压中崩塌的世界 这些事情必须浮出水面 才能让大多数人看到 否则他们就会继续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然后溃烂并爆发成令人苦恼和痛苦的问题 我们要说一说幸福 即每个人都在寻求的一种存在状态 大多数人相信它存在于外部场景中 在那里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 找到完美的伴侣 积累财富 找到完美的工作 长得漂亮或英俊 这些只是众多关于 什么能带来幸福的三维概念中的一小部分 要知道 永久的幸福 永远不可能通过 在外部场景中获取某样东西来获得 因为真正的幸福 已经完全存在于你的内心 等待着被发现 幸福是达到与源头合一的意识的结果 它自动地与源头所示的一切 完整 圆满 和谐 丰盛等 构成合一 在外部的景象中 总会有成双成对的对立双方 这不过是因为第三维度的造物 是由二元性和分离的能量形成的罢了 源头 神是圆满和完整的 一直如是 也将永远如是 这就是人类头脑能够理解的一切 只有通过达到与神圣意识一致的意识状态 一个人才能最终体验到真正的幸福 停止不断地追求 很多东西可以 也确实能带来暂时的快乐 但最终它们的魅力会消退 因为它们不过是某种更深层次的灵性事项的概念而已 在灵性上意识到之前 每个人的真我都继续渴望得到承认 这被人类的头脑解释为 每个人在经历的对幸福的追求 亲爱的 你们在灵性上已经准备好 停止从外部世界寻求你们的幸福 享受你的生活 朋友 活动和任何能引起你共鸣的东西 欢笑 玩乐 跳舞 读好书 和朋友喝一杯红酒 享受你的生活 但不要期望这些东西 会给你带来幸福的满足感或圆满的感觉 这些感觉只能向内寻求 才找得到 释放你可能仍然认为对你的幸福是必要的一切 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东西中的一部分 在获得了神圣满的合一意识之后 确实会出现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些你最初认为你必须拥有的东西 将具有更高的共振质量和形式 因为它们将有意识而不是幻觉形成 释放所有的怀疑 相信你的高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 什么时候 以及如何把它带给你 带着满满的爱 尊重和赞赏 我们是大脚星团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